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你們現在搬到這邊有住進去了嗎 沒有 沒有 那你們是租房子啊 那這樣爸爸媽媽還要花錢 嗯 我都不會覺得很不習慣 不會 這樣每天上學還要 搭車還要什麼 那天學來的時候也沒有人在裡面 有看到了 親眼看到 你有看到 那天水怎麼樣 還有坐直升機 你又坐直升機 你在裡面 他們是受災戶還是受困戶 是受災戶還是受困戶 還有牛師傅 結果那天水多大 你緊容一下 就是大到那個 那個鮮那個 這樣後面也太靠近我就補水 把什麼 把路都蓋住了 然後呢 然後那個就是看不到橋面 橋面是哪一個橋 拉彎橋還是 嘉蘭橋 整個把橋都蓋住了 然後看不到橋面 那就沒有人看到拉彎橋跟那個 嘉蘭橋被沖掉的時候 那是夏布魯的時候 夏布魯 夏布魯 那個是在那個 8月8號的時候 那時候當天不 那個人在宜蘭 所以那個就沒有看到當天的情形 可是那時候看到 從那個電視上面 那個 照那個嘉蘭村的樣子 然後那個水 就在路面這樣子 然後根本看不到地 然後就是 就一定要站在那個地方 不然你就不知道要去哪 一定要有那個 直升機來救你 然後那時候就看到那個 奶奶他們也上鏡頭的時候 那個一開始是那個 很緊張 因為看不到奶奶他們 然後之後就看到那個 奶奶他們 然後從那個 直升機下來的時候 然後開始那個 心就比較 比較放心了 然後有一個事情就是 感覺 感覺滿那個 滿欣慰的就是 那個當你從那個 直升機下來的時候 然後那個 你跟那個 你多久沒有那個 看到的那個 親朋好友一起 然後那個時候那個 互相擁抱的感覺 讓我覺得那個 感覺很溫暖 然後那個 最近幾個月後 我才那個 就是會有很多物資 來那個發放 然後我就覺得 那個 我們已經這樣子了 可是還是有很多人來那個 就是 來支助我們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 這個世界很溫暖 就是這樣 喔 妳講得很好 妳講得發火 那妳們 妳們被掏空 或者是被 衝走 或者是危機戶 或者是什麼 掏空 然後洗手工 這就來了 好 那妳們要上車了 好 那妳們要上車了 我以為妳再給妳 好 我上車了 上車 她拿著 Up